今天的討論呢,我們就想要做一個工具的優化 就是現在的危機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大家巡查員的效率很低 那為什麼效率很低呢? 就是因為它第一個就是巡查前面沒有優化 現在的巡查是怎樣? 就是只能讓巡查員自己去查沒有援報系統 然後呢是只要有新條目更新 那就是會不斷不斷的更新 所有中文條目的新更新 那都會在巡查員的頁面上面跳出來 所以巡查員要審查成一條一條最新更新的查 所以你要查完一整天,你不知道要查到美國幾天 而且會重複審查,因為每個人看到頁面都是一樣 每個人從第一條看到第三條的話 那你永遠都只會看到第三條 因為全部人都在看一樣的事情 好,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想要做的事情呢 我們是要做一個那個簡易的回報式的優化式查件 就是讓所有人都可以回報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用眾人的力量 然後來減輕這些巡查員的力量 那就是這樣也可以減少巡查員的損耗 所以呢我們希望設計這樣的一個查件 我們可以讓群眾可以藉由這個查件來回報 然後來簡化他的流程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就是我們可以先 每個人在看那個維基百科 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這樣幾面 就你可能看到一條不太通順的一個條目 或者你懷疑他根本就是操了 或者是他有什麼意思操縱的這種各式各樣的問題 所以你可以把它反擺起來 然後你用這個查件呢 你直接點選 裡面有我們有幫你設有各種選項 譬如說什麼人生政治明改 或者是你覺得他是什麼榮顏罪資料 或者用抄的 那你可以就直接點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就是send 就是直接send出去 然後呢我們的巡查員就是我們會去看 那我們之後呢也會在上面 可能我們做一個那個舉報的數據 然後會做一個信證要分析 就讓大家可以看到 喔喔我剛才這個 大家這個感覺網軍很喜歡這個 就是我們這樣可以看 那我們後面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這個做出來以後 我們要怎樣防止惡應舉報 這是可以討論 那另外還有一個Service單詢問 就以前好像回信我們也有做過一個類似的東西 可是那個時候就是有被那個惡意攻擊 好像DOS就是有發生這樣的問題 那我們這個有沒有就是大概是想做個像這樣 就是我們上面有一個開源的朋友 叫Kwinkle 對就是背後這個人 就是蠻紅的 大家可以去看 他那個回信百科有些有缺的東西 對 那我們大概就是想做這個樣子 那可是我們看能不能就是在四句話就是更友善一點 這樣 好那就是歡迎有這個想要入坑 或者想要協助我們 其實目前我們已經有一個 願意入坑的一個大戰略 幫忙按斷最後面 所以呢以後呢 我們這個會想要就是把它就是做大 因為這個可以協助我們 就是危機這個選堂們可以成功 所以歡迎大家就一起來共產生局 然後就是拯救台灣危機 不要被人就是有心人士給入侵 謝謝大家